沙國記者哈紹吉 在伊斯坦堡慘遭殺害 土耳其政府議政言辭施壓 要為他討回公道 但看在記者眼裡卻格外諷刺 土耳其在新聞自由的評比上 慘兮兮不是沒有原因 至少68位當地的記者遭到監禁 是全球新聞自由最受到壓制的國家 光是這個星期就有五位土耳其版 對派的新聞媒體記者遭到判刑 認為這些記者意圖策動2016年的政變 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調查 2018年全球至少251名 新聞工作者被監禁 其中土耳其 埃及 以及中國大陸關押的記者 就佔了一半以上 但就連一項號稱尊重新聞自由的 美國也引發爭議 我擔心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影響 對美國媒體的影響 是對中國的國家 像中國的國家 追求真相奮不顧身的新聞工作者 更鮮可貴 但記者遭到打壓的情況依舊屢見不鮮 更讓外界擔心 因為勇於揭開黑暗面遭到逮捕 媒體被迫成為政府宣傳工具的情況 會逐漸成為記者的日常 打開新聞 余小平